第二个部分就讲讲它里面的设定 当然你会见到 menu里面设定设定很多都适合 我会选几个比较代表性来说 但是我最主要就会讲 它每一个channel里面的设定 首先刚才都讲了 例如你现在见到当我讲话的时候的audio level 你会见到麦克风的灯会转 但当我准备到准备到准备到准备的时候 你会见到我这个灯的颜色是会不同的 如果我直接准备到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这个圈其实很简单地展示给你看到的情况 好了,至于我们现在就进入menu里面 你会见到每一条channel 我先散开细一点 特别的每一条channel 其实你都会见到 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选择 第一件事就是trim trim就是说你现在的audio level是什么 这个trim 第二件事你可以设定 例如你现在讲你的input是什么 即是说channel3的source 甚至可以选择是在channel1那里走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特别的 而且你也在设计中可以在哪个位置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複杂的 即是这么说 一个很advanced的设定 里面你都会见到的 麦克、Line这些 其实直接就在这些键里按 例如你要不要48屋 其实你一按 你已经展示出来的 是非常之简单的 所以它这三个键 其实在不同的menu里面 它会有不同的功能 好了,我们先走出去 好了,你会见到之后下面 就会unlink unlink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如果你想把1、2、2、3、4 拿在一起是stereo的话 你可以按连接的 接着之后你就要 例如你会否有high pass filter high pass filter high pass filter 里面你要设定什么的设定 但high pass filter 你就要去menu里面设定 你要不要delay 你设定不设定限制 你要不要meel 你要不要pand左、pand右 pand左、pand右 这些你全部用一粒键就已经做到了 接着之后 例如要不正确 以前可能是一粒键 要不停转转转转转转的 但现在已经可以很简单地做到 之后就还有 例如你的ISO本身 是pre-end、pre-fade、post-fade 接着之后你设定不设定 EQ 接着之后 最后你的out 究竟你的channel 那些bus 究竟你要传转去哪里 例如左右两边 你想要不要那些bus 1234 这些 其实里面 都可以在每一条channel 你已经可以做到 所以其实是非常进行 因为以前 你可能只可以在一个群组里面 你可以设定一堆东西 但里面 现在是每一个channel 都可以设定 例如是channel 刚才channel 刚才channel 你现在可以设定channel channel 其实就是ta3 一样都可以在里面 设定你刚才看到的所有东西 所以其实是很advanced的一个设定 好了 至于刚才说 例如我现在的meter 我可以展示 例如我只想需要 例如1-8 例如现在是 是horizontal 例如 或者可能 我不喜欢这样看 我想要看 刚才说的1-8 左右 我也都可以这样设定 以前 就要走进去menu 那现在相对来说 就会简单些了 好了 最后就会讲一讲menu menu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设定 但我会讲 最主要 我会讲几个 第一个就是 Limiter 因为以前的Limiter 只能够设定 on-off 但现在的Limiter 你会见到 有很多设定 可以设定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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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开放时间 应该由 50 ms 到1000 ms 以前 可能会去得到 688 thieves 才能够设定 但现在 compressed 833 可设定 接终 篇 channel flashhold well bust 都可以设定 設定 十分 正 anych 然后 例如时间计划,时间计划就和之前一样 可以设计自由选、录制选 记住,你的写划要设定清楚 例如是24、39.97等等 这个要记住要设定了,否则现在的时间计划永远是错的 亦都可以把时间计划进去 这个和基本上之前是分别不大 之后还有Buds,Buds可以设计 例如Buds,你可选择Buds设定是什么频道 你的频道进去的Buds是PM还是% Buds需要加上渠,或者是否需要调整你现在的Buds 是非常非常进行的 其实基本上,其他设计和之前差不多 当然,你也可选择了你的设计 亦都可以设计自己的设计出版 所以这个 fold-inch电数龄组 прям 所以这样和六组pable的性言差不多 好,除了你设计这些键计之外 亦都可以用这些按针的后depth 当然,未必一定会用�定az 过设计很多不同的传递助纽 wird 你会见到 通常正常动力,所有按针都在中处合 例如想要转channel 3的设定 其实在这里已经展示出来 例如sauce是input 3 例如在这里已经跳到menu 我已经在里面选择了 当然本身的level是走多少 这个你需要在这个控制里面设定 因为我相信不会突然间由mike转转 也不会无端端加减Phantom 但在这个menu里面 你会见到它已经写了m3 之后是有Phantom 也可以选择选择 我需不需要选择呢? 例如我需不需要有limiter呢? 例如我需不需要有high pass 如果high pass on 之后 我需要hz是多少呢? 我现在直接可以在这个控制里面做 例如假设当我有得选择 当我有得选择EQ 例如我在这里 在这个menu里面 我设置了这个 preset 我可以设置EQ 当我看到有EQ之外 我的EQ里面 其实已经可以全部 可以在里面设置 非常之简单 所以在这个menu里面 其实真的非常之好用 每一个channel 亦都可以设置同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简单的混合器 当然你的控制器也可以在下面 它设置了你的arm recording 例如我现在只有channel 3 可能我便不要了 我便不要其他 我只需要录arm recording 就是需要录channel 3 之后 例如我现在想要看它 你会看到它的颜色会不同了 例如我solo 它都会告诉你 例如我现在在solo 看颜色我亦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非常之简单 例如我要录 很简单地 我现在直接可以在这个menu里面 直接录 你看到我一按录 它便会直接录 例如我停止了 之后我也可以在这个menu里面 payback 我亦都可以在这里 按下去 去选择那个level 亦都可以选择 进去menu里面 所以亦都是非常之好 简单和易用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现在的digital interface 例如假设 当我现在设置了这些东西 当我关机 OK 这样好了 我关机了 糟了 转了 怎办呢 或者我之前弄了一堆东西 它其实是不会移动的 之后当我关机了 它便会跟上一次关机的位置 去关机 升到我的level 就像现在这样 它便会设置出来 所以变成 如果你没有移动 如果之前没有移动过的fader 其实基本上 它会跟上你的setting 便会出现 这是非常之好用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在里面设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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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些833的信息 你可以去到我们A&S的网站 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